在高雄市這名男子喜歡喝茶 去茶葉攤試了所謂阿里山高山茶 相當不錯 還蠻貴的一進一千六 他掏錢買了回家 一回家泡就知道不太對勁 買到的是進口的劣質茶 原來業者呢 在當初泡的時候泡的是真的 但是賣給你的時候是假的 來這泡阿里山的啦 哦 您泡買耶 路邊茶葉行賣頂級高山茶 強調茶葉來自阿里山 一進要價一千六百元 老闆還信心滿滿 泡給客人當場試喝 我們這茶葉 我都一隻阿里山的茶葉 你也在看看 我都手蠻的 我都拿一看 手蠻的 我都做得很像這樣 這一泡確實香甜回甘 試喝的消費者當場決定要買 但仔細看 老闆泡給客人喝的茶葉 抓的是靠近腳邊的這一堆 蒸阿里山茶 等到客人掏錢要買 他裝進包裝袋的 卻是另一堆劣質進口茶 釣包賣假阿里山茶太可惡 連銅業都看不下去 他們看來賣就是 都佈茶 不然是晨風帶這樣湊去 要用漸漸 好茶放在旁邊 再麵茶 泡茶 這裡都好茶 這裡是台灣的 還有包茶 這裡都很新口 這個喝 真的差很多啦 就像喝一般泡沫綠茶那種感覺 一個綠茶味這樣而已 買回家的茶已經被釣包 自己泡的当然喝不出试喝时的好滋味 原来一大袋散装茶叶 一边是真阿里山茶 另一堆是假的 黑心业者混冲吊包 让消费者花1600元 却是买到市价只要200元的劣值进口茶 价差8倍当了冤大头 中天新闻记博士包经营高雄报道